欢迎各位学员回到我们的课堂 我们对中午的课程稍微回顾一下 今天讲的内容都是比较基础的课程 在后面的课程中都会大量的使用 如果这两天的课程听的不是太好的话 会影响后面的课程的学习 所以说大家对这个基础性课程有多加试点 就是这个有情提示 OK 那看我们中午上午给大家讲的是哪些内容 上次时候我们给大家讲了构作函硕的基础 然后主要是给大家敲这么一个案例 就是说告诉大家 构作函硕是类名 函硕名和类名相同 可以带参数也可以不带参数 那没有返回值 那这样的话参数就是构作函硕 构作函硕通常呢什么像西构函硕呢 这个是西构函硕 也是和类名相同 但是呢前面有一个不乱号 它的规则是这样的 当西构编硕器 当西构编硕器 去当我们定义对象的时候 有这个类定义对象的时候 它会自动调用我们写的这个构作函硕 如果我们没有写构作函硕 那西构编硕器去默认的给我们提供一个构作函硕 就是这么一个规则 那这个规则说完以后呢 我们就给它讲了构作函硕的分类 对不对 构作函硕的分类 它分为有餐构作函硕和午餐所构作函硕硕 还有拷费构作函硕 另外呢当然呢 还有一个默认的构作函硕器 就是西构编硕器给我们提供的 那我们知道这是几个分类 那另外呢 有给它介绍了什么呢 介绍了那个 呃 冲实化方案 显示化 显示的冲实化方案 这个显示的冲实化方案是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 我们可以发现 这是西构编硕器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冲实化方案 它是属于一种隐式的 就是我们乘议员写好这个构的函硕以后呢 西构编硕器会自动的去调它 然后呢 当然呢 如果和个别学员会想 那我们可以自己写一个冲实化方案 对不对 那你自己写这个冲实化方案这个函硕 需要我们手工的去调用 比如说我们定义一个对象 然后呢 在手工的去移进次 这个情况很容易忘掉 就是这是一种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 这个方案 它在某些情况下 是不能解决 所有的实际的问题的 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 你定义一个对象授组 对象授组里边 制定了一个带参数的误代函数 那么你是不是 需要在定义这个对象的时候 需要输实化这个参数 对不对 输实化这个对象 那这样的话 如果有一千个这样的一个对象 那是不是要写一千次 这就麻烦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种 这种显示的 调用输实化 对象的这种方法 来的不好 是吧 没有西家兵器 这帮大姐们 给我们提供的方法好 OK 那这个说完以后呢 我们跟他讲了什么呢 有餐过的函数和 某人过的函数 还有拷贝过的函数 然后调用输实机 对不对 OK 那这个话题比较重要 我再稍微带大家回顾一下 那我们建一个文件 就是证据课程的回顾 代目07 没顾 不息 点cpb 那这几个我们都不要了先 暂时先不要了 先移除的 排除 就是不要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样 搭个框架出来 fg变引吧 看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们写个类 是吧 test的 那我们建一个 五参数的构造函数 OK 是吧 那写上 五参数 五参数 是吧 构造函数 然后呢 自动被调用 自动被调用 是吧 OK 然后呢 我们 end 那这个时候 我们告诉大家 五参数 构造函数的 调用方式 是这样的 提 是吧 然后呢 我又告诉大家 这个 如果你调用 五参数 构造函数 你这么写 是错误的 那我们看一下 变异吧 那用的时候 就麻烦了 这个地方啊 用的时候 那我们写个成员面量 分子 t啊 那在这里边 我们写上一个 随便量 a 是吧 随便量b OK 那这个地方 我们 在这地方 a 等一个零 b 等一个零 简单的把这场景 一做 是吧 a 括号 a 然后冒号吧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 输出 a 然后再来 是吧 然后呢 b 然后再输出 那小个b啊 OK 你看 你用的时候 它就有错误了 对不对 这个地方 啊 啊 这个卧的 对啊 来 这个地方啊 看一下 t2. 人子 这边吧 这个时候 t2 就 就有问题了 是吧 嗯 它是这样的 它是 相当于我们手动掉 过的函数了 这这样是 是错误的 我们先不理它 就是我们告诉大家 这样是掉用 就是掉用 无参构的函数 后面就不用写啊 要用无参构 构造函数的 错误 对吧 就是容易我们设计者 容易混淆的地方 这是OK的啊 OK 这个说完以后呢 那我们又给大家说了 那个有参构的函数 的函数 对不对 那我们写一个有参构的 过的函数 那这也是我们写一个参数吧 啊 那两个参数的 我们应该来讲 对不对 然后就这样我们加下发现 因为我还没有许过 这些指令啊 A等于下发现 A 那B给它确实化成零 是吧 这是一个有参构的函数 OK FG编语吧 这个啊 然后呢 我们看有参构的函数 对方法 它有三种方法 对不对 还能记起来吗 从上午讲的 第一个是 括号法 对不对 第二 第三了嘛 括号法 这是一个方法 第二种方法 等号法 是吧 第四 然后呢 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方法 T5 就是直接调用这个类的构的函数 用一传过去啊 OK 那这三种方法都可以 呃 这两种方法是相当于 C加编语器自动能识别 自动的 C加加编语器 编语器自动的调用 调用 勾造 还说是吧 这两种方法都是都是这一种类型的 那我也告诉大家 这个括号还有等号 在C加编语器里面变味道了 对不对 它是做了个 你可以理解它 它是功能成功增强了 我的车都不重载了 对不对 那这个 再看这一个 这个呢 是相当于我们程序员 程序员 手工的调用 调用 勾造 勾造 函数 OK 是吧 那这样的话 呃 我们现在 如果你挖细节的话 就是说 它生成一个匿名对象 这个匿名对象 直接转化了T5 是吧 OK 那现在我们对这个 有参数过的函数也搞定了 下面我给他讲了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拷贝过的函数对不对 拷贝过的函数 它语法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类 那这个地方 加不加抗数都行啊 这样 这个地方必须的引用 就是objects 你写那个OE也行 然后这个参数的无头位 这什么名字 你自己定 然后我喜欢 习惯用objects对象 这个拷贝过的函数 看这个拷贝过的函数 它的作用 用来完成对象 复制 就是用对象一 戳实化对象二 用一个对象 戳实化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对象 另外 OK 那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做个试验 我也是 这样 我这样 我在这里边 我也不戳实化 我这样可以戳实化 这样 OBJ 点A 对不对啊 然后呢 加个100 我这样出实化 就是我变了味道的出实化 点B 加个100 100 OK 然后呢 这个地方 我们再输出啊 就这样 不输出了 就这样吧 这样也出实化 OK F7编写吧 那这个出实化搞定了 这出实化搞定以后呢 出实化 过的函数 搞定了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函数 给掉下来 这个时候我们 TX的 T6 T6 然后呢 这个时候 我们用那个T1 去出实化 F7编写吧 那这个相当于用T1 这个对象出实化 T2 这个时候 C1编写器 会掉用这个拷贝过的函数 啊 它不会掉用这两个 掉用它 掉用它 它不会掉用它 OK 那我们试一下 是不是这样 就是我们讲过的课程啊 稍微回顾 F11进去 啊 你看掉用了吗 是吧 嗯 掉用了 那这个拷贝过的 拷贝过的函数的 那个语法啊 另外还有 还有个成员函数 就是西枯函数 对不对啊 西枯函数 这样是吧 名字 这样啊 用它 TX的是吧 嗯 然后呢 一句话 果实西枯函数 自动被掉用 对象生命周期 结束后 会 结束时 吧 嗯 会 会被 C 加加 编译器 自动 掉用 有它这么设计的啊 嗯 下面就这么设计的 你这么理解它啊 其实啊 就是我想让你站在西枯边去角度去思考问题 所以我写了这句话 好了 搞定以后呢 那那这样的话我们对这个函数啊 做一个改造 然后这个面啊 可以让个对象唱戏 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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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PLAY 是吧 啊 然后呢 这个面函数 放在这里 掉一下 是吧 然后呢 这个SENPASTER 放在底下 哎 这样生命的周期 都能呈现 是吧 嗯 那这个算完以后呢 勾字函数的语法 我们差不多了 后来我们又跟他讲了什么呢 拷贝勾字函数 说拷贝勾字函数的掉用时机 我再稍微给大家回复一下啊 这个是 请一 拷贝 拷贝勾字函数的掉用时机 我们来一个 来个 切二 那这个函数啊 放在这里吧 那这个地方 我们这样 简单点来 嗯 七 那我们做一个函数说明 这是函数说明 对不对啊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我看这个函数 影响我们视角 对不对 那我们把这个函数下面 对吧 我们在上面写啊 这样我们看的越舒服了 那我们来个T2 72 跟上我的思路啊 F7边缘吧 那 那 第一种掉用方法 那就是 我定义一个对象 一 啊 然后呢 我们再来 这是掉用有三过的函数 这个时候我们比较熟悉了 然后呢 我再定义一个对象 T2 T2 那这个时候呢 这是一种方法 是吧 还有一个方法 等号法 T 对吧 OK 这是实际上是一样的啊 它都会掉用拷费过的函数 OK 这个 还有那个 再说 拷费过的函数到 教育时期的 第一 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啊 第一和第二 一和二 下面呢 我们在讲什么呢 讲那个 就是再给他回顾一下第三种应用场景 第三种应用场景大家都回顾出来吧 做形参对不对 那你写个函数 做形参就行呗 是吧 我会到平均 T 他也是呢 这写在这里面 是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元素的 别忘了 我们当时我们设计的是个元素 是吧 这个是形参 这个是 T吧 那这个 比如说我们 嗯 打一打啊 那比如说 我们在这里边 不能test的这个类 那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用T3 对吧 这样去调它 这个时候T3是实参 实参这个会传给形参T 这个时候呢 用实参T3 去戳式化 这个 用实参这个T3 去戳式化 形参T 这个时候会调用T的 形参T的 拷费过程函数 是吧 这是应用场景 不说了 OK 第 第三种应用场景 第三种 调用实际 啊 OK 那我们再跟大家说说 有 有个小错误啊 我们看一下 大家 小错误 啊 小错误啊 OK 那这个说完以后呢 我们又跟大家说了第四种调用手机 对不对 第四种调用手机 那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第四种调用手机 第四种调用手机 是反合拟门对象的 对不对 反合拟门对象这个怎么做啊 简单吧 就是我们这样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get 元素 test test obd 这个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get test get test 这么一个对象 obd吧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这样 这里边我们定义一个九个变量 九个变量 我造一个九个变量啊 t t 这样啊 这个t一看是个九个变量 对不对 在这样上分辨内存 然后呢 至于内存大小 我们再 我们再说 然后后面给大家讲到 那这个 做完以后呢 ridden t ridden t啊 这个时候 这个九个变量t 在ridden以后呢 就被卸钩掉了 那当时这个时候 CMN是怎么做呢 他一看 哦 你要返回一个元素 返回 返回一个元素 这个时候 CMN会把这个t 戳式化成 戳式化另外一个对象 叫匿名对象 匿名对象 对吧 匿名对象 匿名对象 这个匿名对象呢 就就就就就产生了 这个匿名产生以后呢 就看我们怎么调 对不对啊 下面看匿名对象的调用 那匿名对象的调用呢 也很简单 就是说 嗯 就是 那看我们再写个函数 对吧 嗯 test的测试 测试匿名对象 那 没有名字 弄内容吧 这个 中国是汉语 呃 中文是英语 对不对啊 那没有名字的啊 这么这么无名字的 奥布这个是啊 测试他 那测试他时候 我们方法有两种 有两种方法 对不对啊 就是他 你看 如果你是这么去接 T Mati Mati 那这个时候呢 Mati1吧 这个时候 就把那个匿名对象 直接转化成Mati 那还有一个方法去接 那 只用匿名对象 嗯 说实话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对象 对吧 OK 那还有一个方法 Mati2 Mati1的时候 我们先定义出来Mati2 比如说已经定义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Mati2 用用他 调整函数 对吧 这样子 他 他 是吧 嗯 这个时候呢 匿名对象 用匿名对象 用匿名对象 给 用匿名对象 给 另外 一个对象 复制 是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匿名对象就消失了 匿名对象 被 提供 七个 啊 OK 那就是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 那我再调一下啊 那我们应该是在问行锁里边 把它给调一下 嗯 调 啊 这样 叫他啊 BG 对吧 嗯 所以说这 你要是快速的能像我这样 能把这个案例 这这些经典的案例啊 就是快速答应起来 那说明你直接是掌握了啊 嗯 要去变一把 那有个小说 我们看一下啊 啊 找不到 啊 print test啊 这个名字写出来啊 这个就要加一个什么 这个函数我们放在下面了 对不对 啊 在这来啊 嗯 嗯 那我们把它放在上面 OK F7便宜吧 再看 objectsman找不到 objplayman man1找不到 那上面不是有那个 嗯 我们再看一下 等一下 啊 上面是我们 我们一不小心把它给F7便宜吧 啊 卡 OK 这个没关系啊 刚才是被我们改名字的F7便宜吧 啊 这样我们这个场景也有了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你看匿名对象 嗯 嗯 aneous 是吧 这是今天正午给大家讲的内容 然后呢 详细的分析 如果各位学员没有接受的话 你可以回看我们视频 OK 那就先说到这里